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 鸡等家畜感染了细菌 病毒等的一种疾病 它具有从一个个体传播给另一个个体的性质 发病时会引起家畜死亡等经济损失 韩国根据疾病的危险程度 危害程度 传播速度等将其分为一二三类 非洲猪瘟 口蹄疫和高致病性潜流感是高危加畜传染病 被归类为一类加畜传染病进行管理 非洲猪瘟是一种具有独特的出血和发热症状的致命性病毒性疾病 它在国际贸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疾病 但目前尚未开发出治疗方法或疫苗 口蹄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它会使牛 猪 羊等偶蹄类动物长出水泡 引发幼小动物的死亡 韩国正在义务性为易感动物实施预防接种 高致病性潜流感是发生在鸡 鸭等家禽类 或野生鸟类身上的一种病毒性疾病 与感染禽流感的鸟类密切接触时 偶尔人也被传染 此时被传染之人会出现高烧38度以上 咳嗽 咽喉痛等症状 植物病虫害是境内没有或可能会潜在地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病虫害 这种简易病虫害共有2100多种 分为70多种禁止性病虫害和2000多种管理性病虫害 这些加畜传染病和外来病虫害的流入 给国内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遭遇全球性非洲猪瘟袭击的西班牙 在1986年至1995年十年间 共花费了约1000亿韩元来根除这种疾病 俄罗斯在2007年发生疫情后的十年里 共宰杀了80多万头猪 蒙受了2万亿到2万04亿韩元的经济损失 而持续爆发非洲猪瘟疫情的 非洲科特迪瓦和马达加斯加的 总体养猪数量减少了30%到50% 尤其是邻国、中国 自2018年8月3日 首次爆发疫情以来 官方统计的发病数量为185例 而据非官方统计 迄今为止共宰杀了2亿多头猪 由此导致本国内的猪肉产量减少 生产价格上涨、进口量增加等 蒙受了多种经济损失 再加上从中国开始的非洲猪瘟 正在向蒙古、越南、柬埔寨、朝鲜、缅甸、老挝、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韩国等11个亚洲国家扩散 目前仍在持续发生 加畜传染病的流入途径 大致分为4种 其中包括直接接触感染动物的污染物引起的传播 被病原体污染的人、汽车等引起的间接接触传播 通过被病毒污染的肉类或食肉副产品等被污染的续产品进行的传播 以及被污染的农场周围的老鼠、鸟类或猫等引起的机械传播 尤其是家畜传染病可能会通过在境外感染的动物或生肉、火腿、香肠等 非法携带入境的续产品或畜牧工作人员的衣服或行李等传入韩国 以这种方式流入的家畜传染病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个体间、农场间及地区间传播 尤其是据悉 非洲猪瘟病毒在冷藏的猪肉中至少能存活15周 而在火腿、香肠等加工食品中能存活3到5个月 因此禁止进口疫情爆发国家所产的续产品被视为重要的预防手段 下面来了解一下外来病虫害的受灾案例 东方果实营主要出现在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 尤其是日本琉球周鸟花费了2400亿韩元的防治费用 东方果实营会侵蚀、柑橘、苹果、桃子等果实的内部 导致果实提前落果、引发损失 第二个例子是草地摊叶额 草地摊叶额主要出现在中国、印度、东南亚、北美、南美及非洲等地 尤其多出现于中国和非洲地区 草地摊叶额会危害玉米、高粮、水稻的、金和叶等 非洲和中国的作物收成量因其减少了20%和5%到10%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遭遇外来植物并虫害的韩国所蒙受的损失 2015年5月在京畿道安城市的一家重篱农户里最早发现了果树日酌病 之后该病扩散到了中北地区的苹果主要产地 截至2019年 果树日酌病一共使11个市郡的348家农户蒙受了损失 损失补偿金达697亿韩元 2017年9月 红火椅首次在富山港集装箱码头被发现 截至2020年为止 韩国共发现了11次红火椅的踪迹 由此产生了9亿韩元的防治费用 松财献虫于1988年首次出现于 釜山广玉市东莱区金井山 感染松财献虫的松树100%枯死 以2019年为准 防治松财献虫一共花费了15000亿韩元的预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外来植物病虫害的流入途径 首先 外来植物检疫对象物品 包括豆类、玉米等穀类 芒果、香蕉、卷心菜等果树类 苗木、种子类、干燥农产品、泥土或附着泥土的植物 及木材包装材料等 此外 存在病虫害传染隐患的物品有 未加工的食材、二手农机具、木材家具和废纸等 这些植物检疫对象物品和存在病虫害传染隐患的物品 通过进口植物类以及集装箱、传播等 非植物性货物流入的可能性增大 为了防止这类家畜传染病和外来病虫害流入国内 农林续产检疫本部正在执行严格的检疫工作 活动物及其产物是必须接受动物检疫的对象 如果通过灭菌等加工序无法将病原体完全杀灭 则必须通过检疫来确认其是否传播 或者是否有可能传播加畜传染病 必须接受动物检疫的对象 不仅包括狗、猫等活动物及其精子、卵子和兽精卵 淡制品、原乳和未经杀菌处理的乳制品 火腿、香肠、培根等肉制品 动物皮革、毛、羽毛、鸡脚等 还包括盛装此类产品的容器和包装 必须接受植物检疫的对象物品 包括水果、蔬菜、穀物、含药材等农产品 即苗木、球根、种子等种植用植物 害虫、泥土或木材包装材料等 原浸物品包括芒果、苹果、毛豆等新鲜的果实蔬菜类 种子、葡萄苗木等一些果树类苗木 泥土或附着泥土的植物 即活的害虫 特别是根据韩国的法律规定 为了防止通过机场和港口 非法携带检疫物品入境 依据加畜传染病预防法第36条第一款 和植物防疫法第12条第一款规定 进口动植物检疫物品的人员 必须在海关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上申报 或向驻机场和港口的检疫人员口头申报 如有违反动物检疫对象物品 最多将处以1000万韩元的罚款 植物检疫对象物 最多将处以3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无意间携带检疫物品入境的 按照以下方法申报即可 第一 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 入境时携带动植物检疫对象物品的 在海关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上 填写是否携带动植物检疫对象物品并提交 第二 可以直接向驻机场和港口的动植物检疫人员 申报检疫物品 第三 不确定是否是检疫物品时可自愿废弃 将携带的检疫物品直接丢进全国机场和港口的 入境大厅里设置的自愿废弃箱里 旅客申报动物检疫对象物品时 检疫人员将进行官能检查 确认产品的标注事项及灭菌、杀菌、加工处理与否等 核实是否属于指定的检疫物品 确认原产地、进口国家及是否经由禁止进口地区 是否为需要检疫证书的物品、产品包装是否破损或产品有无腐坏变质等 最终判定检疫结果是否合格 主要动物检疫不合格的原因有 由禁止进口地区生产或经由该地区运来 没有对方国家政府部门出具的检疫证 不符合国家之间签订的卫生条件或难以核实等 申报植物检疫对象物品时 检疫人员将查看实物 按照有无病虫害 是否经由禁止进口地区或原产地 及是否附着粘土等检疫条件进行检查 如果是需要检疫证明的物品 还将确认是否附有植物检疫证明 如果是无需检疫证明的申请物品 则将确认是否按照检疫条件完成了申请 另外 对苗木、球根、种子等栽植植物实施精密的实验室检测 检测出管理病虫害或管制病虫害时 将进行消毒 如果是进口禁止物品 为附检疫证明或附着禁止病虫害 检疫部门将对其进行销毁或退回 主要植物检疫不合格的原因 有携带禁止进口的新鲜水果等入境 存在外来病虫害流入的隐患 或者泥土或附着泥土的植物上有活的害虫 或者没有附有检疫证明等 韩国为了防止家畜传染病和外来病虫害流入 在境内的主要机场和港口设置了检疫专用X-ray 对旅客的行李进行检测 训练有素的检疫犬将筛选出 一次携带了动植物检疫物品的行李 严格杜绝非法携带续产品入境 加强相关规定 旅客携带指定检疫物品入境 且未申报的 最多将处以1000万韩元的罚款 制纳罚款的外国人可拒绝为其延长滞留期限 或者禁止其再次入境 下面是关于国际邮件和快递货物的建议 近来 随着国家间物资交流和电子商务的活跃 通过国际邮件等渠道运进去产品的情况不断增多 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国际邮件的简易流程吧 运来韩国的国际邮件将通过自动分类系统 被分为EMS、航空包裹、大型包装货物、航空挂号邮件等四种 然后装载在收送流水线上 经分类的国际邮件由国际邮件物流中心负责 录入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 为了区分出伪装运入的简易物品 每条输送流水线上将安排简易权对邮件进行检查 通过海关X-ray进行检测 简易物品被自动划分到简易流水线之后 开封实施检易 发现不合格的将采取退回或销毁测试 在国际邮件的主要不合格案例中 动物不合格案例包括宠物饲料、零食、含牛汁和牛肉等的咖喱、种蛋等 植物不合格势力包括芒果、酸橙、苹果、熟香蕉等新鲜水果和辣椒、茄子、毛豆、苦瓜等新鲜蔬菜类、杂草种子等禁止进口的地区产种子类、附着泥土的苗木类等急活的昆虫 发现利用国际邮件做出非法行为者将受到哪些处罚呢? 根据相关规定 可处以有期徒刑或罚款等 严禁物品可能会被退回、销毁或烧毁处理 近来,通过亚马逊、eBay、Wortai等特级快递公司直接从国外购买物品的例子迅速增多 所以还需要对快递货物进行检疫 因此,检疫本部会定期向快递公司提供动物检疫对象目录筛选关键词 让其能够筛选检疫物品 当包含相关关键词时将实施检疫 动物检疫需要快递公司、代理商、附带准备材料 直接在检疫本部网站上申请 个人则需填写续产品检疫申请书 发送至expresscargo.kr进行申请即可 检疫人员将确认提交的检疫证明、BL、Invoice等材料和实物 植物检疫需要快递公司、代理商附带准备材料 直接在检疫本部网站上申请 个人则需在植物检疫在线投诉系统上填写后申请 检疫人员将通过现场检查植物来确认物品编号、查看实物 核实检疫证明和加工工序书等 检疫结果合格时将检疫结果通报海关 不合格时经不合格处理后销毁或退回 近来、通过海外植购、从国外购买宠物饲料的人不断增多 允许直接从国外购买宠物饲料吗? 实际上、宠物饲料是动物检疫对象物品 大家应当牢记这一点 宠物饲料大部分是以加畜的产物为原料制造的 所以它是必须确认其中是否混合了牛脑海绵状病媒介物质 其生产过程中与无反酬动物性蛋白质饲料 发生交叉污染的可能性的检疫对象物品 韩国为了防止家畜传染病通过人员流入 单独对畜牧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畜牧工作人员指畜产相关设施的从业人员 包括在畜产农场工作的外国劳动者等 此类人员必须进行畜牧工作人员登记 畜牧工作人员在去家畜传染病发病国家旅行或滞留时 必须向检疫本部申报并接受消毒和知识教育 为申报者最多将处以500万韩元的罚款 关于入境申报 韩国人会由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提前通知为申报对象 外国人由领队到检疫办公室进行申报 此时听取入境说明后填写申报单 接受对行李和医务等的消毒及知识教育 出境申报可通过网络亲自访问 打电话或设置在出境大厅的出境申报箱等便利的方式申报出境事实 去目工作人员出国时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第一 尽量不要去家畜传染病发病国家旅行 不得不去时回国后尽量不要去其他农场和家畜市场等 第二 不要将外国的续产品带进农场 外国续产品包括牛肉 猪肉 鸡肉 火腿 香肠等 第三 出国旅行时穿过的衣服 必须立即清洗 勤洗澡等严格管理个人卫生 最后 回国后五天内不要出入 触射 尽量不要与动物接触